体检报告到底有没有被加快速度呢 关键的护士林小平 却只在军检模里当天出现过 之后就在813医院的层层保护下 再也没有曝光 网络上呢却开始出现了不少的爆料 比方说呢就有人爆料了 发现陈以仁跟林小平关系匪浅等等 还有人说曾经看过陈以仁带着一个 像是林小平的女子去参加朋友的聚会 那么把两个人的关系呢 说得越来越微妙了 但是当事人都不愿出面 也让外界对林小平跟陈以仁的关系 更加的物理看花 每个人请喝一杯四十块钱饮料 就可以加快红重秋的体检速度吗 到底林小平在体检中心扮演什么角色 能求得到大家帮忙 林小平绝对有一定份量 自从813被扯进红重秋案 体检中心就开始提高警觉 大动作请警卫守在门口 就像死守四行仓库 不让秘密曝光 不是要做体检的人 全都不准靠近 虽然我们被挡在封锁线外 但透过开开合的自动门 还是能观察到护士门的一举一动 柜台区让人拿体检表 通常会有三到四名护士 负责接待体检客户 带着去做各种检查 林小平当初也是其中议员 只是在813做了将近五年的工作 在体检中心五名护士编制当中 林小平年资排行第三资历生 平常不需要他亲自传送体检表 但却为了陈宜仁一通电话 亦不容辞 答应帮忙跑流程 主要原因就是两个人早有交情 陈宜仁当初就是在813的这个角落 摆了一个摊位 负责国军招募的事宜 而就这么刚好 林小平每天要到体检中心上班的道路呢 刚好就是经过这里 陈宜仁跟林小平真的只是在医院 才开始认识吗 其实陈宜仁在民国98年的时候 陈宜仁来过原培科技大学 这个餐饮管理学系 进修过短暂一段时间 在民国99年的时候毕业 而就这么刚好 在当时又有一个学生叫做林小平 有学生叫林小平 但是是剂管 校方说的林小平跟陈宜仁 同样都是99年毕业 都读管理学院 只是这个林小平念的是企业管理 虽然校方陈宜仁应该不是同一人 但外界穿着附会 说看过陈宜仁带着像是林小平的女子 一起参加某个聚会 但现实生活中林小平跟陈宜仁 早就各自结婚 林小平还是两个孩子的吗 如果真相调查出来 两个人只是单纯互相帮忙 这段日子的风风雨雨 恐怕伤害到的 会是两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东方新闻成吴雨萱 在新竹报道